大土皇喜歡回覆 露營野餐郊遊劇 看到蚊子別亂打 爸爸…你帶我們來 來野餐 你跟野餐喔 好開心 媽媽好神耶 爸爸 是啊 我這個店不錯耶 好棒的 爸爸 有蚊子 這個時候 為什麼他會叮我耶 為什麼 那個出外大家就很怕這些蚊蟲 那所有的蚊子被叮最多就是羊 你只有一種是叫做蚊子蟲 我知道 網路上也有 六到八月 那個水泡好可怕喔 因為很嚴重的潰爛 所以當你在自己家裡面看到蚊子 你就想要把它殺死掉 這個我覺得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在戶外 在這個平地 在這個郊區 農田區 尤其這種六到八月蚊子蟲 開始比較多的時候 你就 不要硬把它打死 因為那個他們都吃一會 對 因為你看不到嘛 你打完之後才發現 哇 是影視蟲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那你說那可是蚊子一直來 這樣怎麼辦啊 那你就要有效的防蚊液 才能夠保護你不要被蚊子叮 那爸爸…如果真的被叮好了怎麼辦 那就只好趕快 第一件事情是用任何方法 止癢 轉移注意力 不要讓它抓破就好 你可以用冰敷 你也可以給它貼那個什麼 可能是麵包超人 或是除任何涼涼的 都沒關係 只要能轉移注意力就好 萬一即便塗了 貼了冰了 它都還是一直做好癢 那第二步就是 你可以擦肋固醇的藥膏 或吃燙主沾的藥水 燙主沾藥水 就平常流鼻涕那種 就是讓你的癢度降低 這樣的話就可以減少 我們不想要碰到 就是抓破細菌感染 那這是我們最不想碰到的 了解 那大家多多注意喔 那大家多多注意喔 那大家多注意喔 那些小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是最大小小的小小 不要讓我看 那是可以看 感谢观看